是的 中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炳紅 那現在的時間是凌晨2點46分 那麼就在剛才呢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鄭聲援呢 是已經離開北檢 而他剛才就提到了 因為柯文哲主席呢 他是沒有辦法接受 一直連夜的訓問 所以呢 他拒絕喔 那麼在檢調這邊呢 是當庭逮捕他喔 那麼在律師這邊的原因說呢 早上要不要來申請提審壓來看 這次的逮捕是不是具有合法性 其實我們回顧呢 在昨天整個一早 在早上6點20分的時候呢 其實檢聯單位呢 就已經到柯文哲的住家這邊來按門鈴了 不過呢 他是按了三次喔 第三次柯文哲才開門喔 在早上的時候 6點20的時候呢 檢調就已經抵達他的家了 現在按了第四門鈴 沒有回應 接著呢 在6點40分 又再按了一次門鈴 還是沒有回應 一直到了早上7點35分的時候呢 柯文哲這邊才開門讓聯檢單位上去進行搜索 而這神秘的一個小時到底柯文哲在做什麼 因為當時呢 有非常多的消息傳說 包含說呢 就有一些媒體提到說 柯文哲其實準備呢 要到美國去了 然後呢 甚至還有人講說呢 柯文哲早就已經在很早的時候就離開家裡 根本就不在家了 但後續呢 都證實說這些呢 都是假消息 因為柯文哲其實 人是在家裡面的 不過這一個小時 他到底呢 在家裡面做什麼目前的話呢 我們是不得而知喔 不過我們要回顧一下 因為在今天早上 柯文哲在這邊被搜索 他的家住家被搜索 長達將近四個小時 因為檢調在7點半的時候進去 那麼是一直到將近12點的時候呢 柯文哲人才出來 而且他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一開始呢 他想要講話 但是呢 檢調這邊其實是不想要讓他講話 然後一直催促他 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但柯文哲執要講 那他也提到說呢 他是史上 台灣史上第一個在野黨的主席喔 住家 黨部 以及他的台坡大樓的科辦的辦公室 同時遭到搜索 那他表示說呢 他自己是非常坦當 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但是呢 在這個檢調以及司法這邊 也要給他一個明確的說法說 到底你們掌握了什麼樣的證據呢 要可以讓他直接來搜索他 因為連他這個黨部 因為黨部其實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的辦公室呢 其實就只有在台坡大樓而已 黨部的話呢 其實是沒有他的辦公室了 那為何要來搜黨部 其實民眾黨在稍早 早上的時候 其實也有提出嚴正的抗議喔 而柯文哲呢 我們來回顧到 剛才晚上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柯文哲呢 其實他在廉政署這邊 他是被薛訓問約談了12個半小時喔 這麼久的時間喔 那後續呢 在稍早的時候 是抵達了北檢 不過他進來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當場呢 都有跟他喊話說 會不會認為呢 是政治追殺 司法不公 政治迫害 而柯文哲呢 是都沒有回應 不過柯文哲下車的時候呢 他的臉 是帶著微笑的 似乎看起來是非常的有自信喔 微笑著進去北檢之後 他是沒有回應這個媒體的問題 而其實他在下車的時候呢 剛好外面的時候也有聚集兩批群眾 一批呢 是這個 來支持柯文哲的黨公主以及小草 而另外一邊呢 則是來看戲的 我們可以把他理解成是柯黑喔 因為柯文哲一下車之後呢 兩邊就開始對罵起來了喔 在這個柯黑的部分呢 他們就說呢 趕快把他抓去關 他們一直喊著 抓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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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黨公主這邊呢 則是說呢 相信這個阿伯的親臉喔 支持柯文哲喔 兩邊的是有這個對罵 而且在比較早一點的時候呢 其實兩邊也有發生一些小衝突喔 不過在柯文哲本人進去之後呢 後續呢 兩批的人馬都散掉了 不過呢 也要來提到的 其實呢 在這一次喔 因為柯文哲在前幾天的時候 先召開了這個幹部的擴大會議 而擴大會議他其實找了非常多 其實各地的明代也好 或是幹部也好 都來了 而且在擴大會議前的這個下午呢 他甚至還找了前立委 蔡壁如 陳婉慧以及前秘書長謝立功 這三個人喔 甚至當時還有這個前台北市副市長鄧佳基喔 跟這個前秘書長周台主 其實他找了非常多過去 你可以說是創黨元老 或者是這些老黨員 或者是過去的這些幹部 都來到黨部這邊跟柯文哲來開會 是不是在交代後世喔 不過當時候他們的說法都說 並沒有他們是這些比較有 他們包含說像是謝立功或是蔡壁如 可能過去在這段時間 可能在節目也好 或者是在公開場合 或者在社群平台上 對於民眾黨以及柯文哲都多有質疑 或者是批評在這個查障記者會的部分 所以呢 當時候柯文哲就找了他們 來到了這個台北的中央黨部來這邊 讓他們來釐清整個查障的記者會 而查障記者會呢 在前天的時候呢 是招 柯文哲是召開了這個澄清記者會嘛 那他也在記者會上面提到說 他要正式的來向鍾平會來請假三個月喔 不過鍾平會這邊呢 到底還沒有準喔 還沒有準假喔 不過現在如果他這樣子 先暫時辭職的話 那後續的代理人到底要如何 這恐怕也是我們後續要來持續來進行追蹤的 因為根據民眾黨的黨規呢 如果黨主席因故無法行使職權 什麼是因故 就例如說呢 可能是生病 或者是發生什麼樣的意外 又或者說是是直接被羈押也好 那麼在這樣的狀況下呢 沒有辦法行使他自己黨主席的職權的時候 那麼就要由中央委員來互推 在中央委員裡面選出代表 但是因為呢 在先前的時候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說了嘛 柯文哲被當庭逮捕了 但是呢 在先前還沒有被逮捕的時候呢 當時候呢 都還是請假的範圍 本來呢 是中央委員呢 黨中央中央委員跟鍾平會這邊 要來商議說 那麼在請假的時候呢 到底這個規範呢 是要怎麼樣來推舉代理的黨主席喔 但現在因為柯文哲已經被當庭逮捕 所以後續的發展可能就會是由中央委員來互推 而現在中央委員現在呢 外界揣測呼聲最高的兩個人 一個就是立委黃國昌 而另外一個呢 則是中央委員 他同時也是柯文哲的指定委員林富南喔 目前是這兩個人的呼聲最高 不過到底呢 會由誰出現恐怕也是後續民眾黨這邊 要繼續來進行商討的 而就在剛才呢 柯文哲呢 被帶進去之後呢 其實在外面包含前秘書長謝立功 以及這個前立委蔡壁如 其實都有到現場 蔡壁如的話 雖然我們並沒有拍到 因為他似乎只有經過一下子又馬上走了 但是呢 謝立功是跟著黨公職 一起在外面聲援柯文哲的 而同時謝立功呢 也有接受訪問 那麼謝立功就講說 其實現在在這個時候呢 黨內是最需要團結的時候 也因此呢 他不認為說現在去討論說 到底代理主席是誰 那麼後續要交給誰 那會不會可能交給誰 那麼黨這邊會不會服氣 小草或知者會服氣 現在恐怕都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而他也認為說呢 目前看起來就是 黃國昌跟林富男的呼聲最大 但到底要怎麼樣 到底後續的代理黨主席是誰 恐怕也是現在應變小組緊急開會 他們要來去釐清的問題 因為呢在柯文哲進去北京的時候 其實在今天整個晚上呢 緊急應變小組呢 都在趕快的開會 來商討後續的整個過程 那麼在明天的話 預計是在9點到11點的 這段時間緊急應變小組呢 他們也會發布聲明 來提到說 柯文哲這次整個司法案件 也包括說 他現在被當庭逮捕的這個狀況 後續呢要整方來進行處理 那麼這是以上 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來囉來囉 透起來囉 這種緊急報 很冷靜點 都在 他在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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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首先Cl懷 省 十六